汪小飞离婚风波刚刚平息 就带着新欢张颖颖逛街秀恩爱 两人暧昧互动让人直呼甜蜜 张颖颖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终于能光明正大的秀恩爱了 本来都心疼汪小飞被大S吸尽精锐 但在这场离婚风波里 可以说她才是妥妥的赢家啊 从被拍的照片来看 当天两人十分低调 也没有去什么奢侈品 而是走进了某快销品牌 张颖颖贴心地为汪小飞挑选衣服 不得不说这张颖颖挺好哄 让前妻刷着自己的信用卡奢侈消费 自己带着新欢低调出行 王小飞这脑回路够厉害了 而张颖颖呢 现在没名没分地跟着王小飞 就连未来老婆婆张岚都放出狠话 公开表明不会接受她这个儿媳妇 更怒指她是小虫子 她这是屠啥呢 可能是身体刚恢复 王小飞戴着黑帽子 像个小老头还需要张颖颖照顾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张颖颖小腹突起 难道真的怀孕了 连官宣带怀孕 不管未来婆婆同不同意 张颖颖爬得可真够迅速的 王小飞和张颖颖逛街 不是第一次被拍了 甚至在王小飞和大S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张颖颖就一直被认为是小三 被圈内剥刮大赢家葛思琪爆料后 张颖颖也极力否认 自己是小三的事实 甚至在评论区和网友开思 虽然没有实锤 王小飞和张颖颖婚内苟且 但根据葛思琪 爆出的照片和视频来看 两个人曾经的关系 也不是那么的清白 面对这一切 张颖恨铁不成钢 我想这也是张颖无法接受 张颖颖这个儿媳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 媒体还多次爆出 张颖颖腹部隆起的照片 很多人猜测 王小飞和大S 真抚养全部成 也无法看到一双儿女 已经开始准备再生练小号了 如果这是真的 看来这桩婚事 就差张颖点头同意了 据说 虽然明面上张颖对张颖颖 一百个不愿意 一口一个臭宠的骂着 但因为是儿子选的 所以张颖早就妥协了 先是被拍到去寺庙 为子孙祈福 再被爆出助理陪同张颖颖 和王小飞逛街买衣服 这不是找了个眼线 而是找个人 替她照顾怀孕的儿媳妇 换个角度来看 张颖颖也不是 一点心机没有的女人 在王小飞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她选择不争不抢 默默陪伴 离婚后 为了稳住王小飞 没有婚内出轨的人设 虽然偶尔闹点小情绪 但依旧一忍再忍 直到大S和居俊叶再婚 王小飞和大S彻底撕破脸 她才表明自己的身份 因为此时的王小飞 终于属于张颖颖了 曾经的她一直活在绯闻里 现在可以和王小飞 公开打情骂俏 也是她隐忍多年换来的结果 对比张颖颖和大S两个女人 张颖颖各方面条件都处于下风 这也是她不敢大肆挑衅原配的原因 现在张颖颖能够和王小飞 公开秀恩爱 是因为大S和居俊叶再婚后 吃着王小飞的饭 砸了王小飞的锅 引来了不利舆论 让其失去了群众好感 所以才给了张颖颖机会趁机而入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王小飞还是没办法娶张颖颖 不仅仅是因为张岚的反对 更是因为她自己那颗不安定的心 不过张颖颖的隐忍 为她换来了现在的安定 这一切也算是值得了